一千三百多个学历学位教育名额 这些项目在带动中国的企业 产品 技术和标准走出去的同时 更是为非洲国家带去了先进的技术 管理的经验和专业人才 发展了非洲国家的基础产业 改善了非洲国家的投资环境 增强了非洲经济的造学能力 促进了非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民生的改善 我会有助理的中国的助理 因为我来到中文学院的科技 他们是我的兄弟 每天我会在他们一起来 中国人来说 他们明白我 中国是美国的中国人 中国人是美国的 专业的专业 专业的专业 我听到我的心 是功夫 你知不知道 这真的很有趣 我会 我会 睡 以前只有八岁的路易吉 要完成一件 对他来说十分困难的工作 他要写一篇 与路有关的文章 爸爸 对 我离开 我愿意买到您的文章 您的文章 我们的路上 是在我们的状态 这这就是我们的状态 我们的交友 当我们的交友 我们的交友 当我们的交友 我们的父母 路易吉佳是马达加斯加当地的蛋鸡养殖大户 每天他都要帮父亲打理养鸡场 再帮父亲把鸡蛋送到市场上去 通往首都塔纳纳利佛的道路很难走 但每天从这条路上运送的鸡蛋 都超过了15万枚 占到了首都鸡蛋消费量的95% 当病人发生的运送 一些鸡蛋都会坏 因为路是坏的 路的建筑会为我们的利益 这就只有9km 但我们需要1h到1h30 我们要去运送的鸡蛋消费量的鸡蛋消费量 我们要去运送的鸡蛋消费量的鸡蛋消费量 已经成了影响当地人生活 制约马达加斯加经济发展的大事 从中马两国建交开始 马达加斯加政府便开始与中国开展合作 努力改善马达加斯加的社会环境 2016年11月 由中国企业为马达加斯加修建的一条现代化标准的公路 伊瓦图国际机场快速路项目 西线工程建成通车 很快成为当地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川普和美国一组的交通 后面我们回应该零件的关系 最后一组前来 从我开始的交通 一年来的赛事 我认为大家的这家合作 这些市场述 这些组中颍的角色 在于世间中国的辖子 所以这是一个专业的专业 但我相信现在的目标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我认为这个我认为你提醒了 最近路易吉佳的父亲也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 他们即将为马达加斯加修建一条全长19.25公里的公路 这条专为马达加斯加首都郊区马亦奇镇 安巴诺多卡纳镇和马哈扎扎镇 及沿线鸡蛋产区约40户蛋鸡养殖大户修建的公路 也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鸡蛋路 后继续建设的中国人 我们会不会失败 我们赶紧很多时间 中非合作的互惠互利 得到了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真诚赞誉 2016年10月 非洲知名民调机构 非洲晴雨表发布民调显示 在非洲36国5.4万受访民众中 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评价 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政治经济活动 推动了非洲的发展 中非友好的种子日益深深 榨根于非洲人民的新田 而与此同时 随着中非合作的日益扩大 中非友好大家庭的成员 也在逐渐增加 2016年3月17日 刚比亚同中国复交 2016年12月26日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同中国复交 2018年5月26日 布吉纳法索同中国复交 中非合作正在汇集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民 2016年7月 就在习近平主席在约翰雷斯堡峰会上 宣布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半年之后 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雷斯堡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 在北京召开 来自非洲52个论坛成员方的300多人 参加了会议 在此次会议上 中非双方一致同意 将并持共同发展 集约发展 绿色发展 安全发展 开放发展 五大合作发展理念 确保落实峰会成果 安全 有序 有效推进 只有八岁的路易吉 每天都盼望着家门口的鸡蛋路 能够快点修起来 他并不知道 为了让他的梦想成为现实 马达加斯加政府和中国政府 都做了许多实际且高效的工作 他迈龙科里比市 罗拉贝村的村民们 第一次来到了政府 为他们规划好的新的土地上 他们即将开始建设 他们的新的家园 我们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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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要出带 但最重要的是 让人们先开始建设 我们的希望 在未来 是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工作 即使在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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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 为共产党的国家 为全国的国家 为全国的国家 今天 非洲正在积极谋求 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朝着2063年议程描绘的 美好梦想前行 中国正在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奋斗 兄弟同心 其力断金 中非发展战略高度契合 中非合作发展互有需要 互有优势 合作共赢 携手构建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非双方将共同规划 未来前行路径 呼吁中非关系 与合作新的实战内涵 中国梦与非洲梦 新融合的大幕 已经开启 2018年将会是 中非合作征程上 又一个新的起点 感谢 杨栋梦大复兴的